各位朋友 看得懂這是什麼嗎 在我們那一邊 這東西不是一般人在用的 都是演藝人員 主持人 受訪人 還有一些名人 包括領導人 都會用到的一個東西叫做讀稿機 這裡叫什麼 提詞器 在內地這邊叫提詞器 這個東西是我見過最小的 所以合理的 而且我認為幾乎手機都進得去 都可以用 我路過它 不小心瞄到它 我就被它給吸住了 果然我這個停留是正確的 因為告訴大家幾個概念 做直播 做網路拍賣的直播 做節目做採訪 不管你是主持人還是受訪者 務必要讓訊息傳遞正確 你在那邊胡說八道亂講一通 弄到最後剪接剪得半死 最後還要重拍 何不一開始就做正確 因此讀稿機呢 就是事前把這些事情做好 讓受訪者能夠準確的表達 而不要有太嚴重的失誤 創造最大的受訪價值 跟節目製作的一個效率 如果沒有讀稿機這個東西呢 你要它被稿 我的媽呀那還得了 不太可能啦 又不是訪問小朋友 小朋友好不好 咱們年紀要被稿不太容易 那麼你要它胡說八道弄到後面呢 造成一大堆問題的再來處理 甚至於重拍 就把正確做對 這個讀稿機呢叫做 提詞器 呃型號叫T1 呃我們那邊叫T1 啊 那麼T1讀稿機呢 現在出現在這個地球上 存在的一個是 叫做 什麼東西這一片 郭靈 這片其實叫做單反 這個單面鏡 其實就是單反的一個單 單反面 就是它不是像鏡子要 完全的反 它是還有帶一定的透光過去 然後同時也要把字反射到這裡 對 跟大家分析一個重點齁 各位你可以看到這些字 照理講鏡頭在拍的過程當中 這些字要出現在螢幕上面 讀稿機為什麼在過去很貴 其實有一點know how在 你看 這是結果 完完全全沒有出現文字的干擾 跟反射 這就是讀稿機的價值 你隨便拿個玻璃你試試看 那個你讀什麼螢幕就出什麼字 那還能看嗎對不對 還有讀稿機以前很貴你知道嗎 讀稿機是很貴 到現在還是 大哥應該要幾千塊人民幣吧 聽懂沒有 咱們呢幾乎是少個零喔 很嚇人 再來 誰沒父母誰沒有手機啊 大家都有手機 對啦 你的讀稿機就是手機啦 手機呢 我們現在我們請我們的Homer 來幫大家簡單的講解一下 它操作的地方 真的很厲害 搖空氣 OK 首先很簡單 大家都有A台智慧型手機 不管是Android還是iPhone都可以 我們是在買這個產品的同時 我們的App是免費的 所以呢在你買到第一手開始 你先自己先去這個App Store 或者是這個Google Play去下載這個App 然後安裝到你的手機裡 然後再把你之前寫好的這個稿子Copy過去 然後再點這個播放 所有的內容都在這裡 然後這個至於這個運行呢 首先第一有遙控器可以搭配 暫停播放都可以用另一個remote去控制它 也可以在這裡有一個menu可以控制這個速度 還有這個鏡像就是這個反轉 就是因為這個是鏡面的原理 所以呢字體在正的時候 其實這裡是反的 所以你要把它給反過來 然後還有這個背景跟字的顏色也是可以調整的 就根據這個每個人的這個不同喜好去設置 對 當然啦 它的小跟巧還有裝載呢 充分的讓一個單兵作戰的世界實現得更加的完整 你沒有可能一個人單兵作戰背個讀稿機出去 那在過去那個叫吃人說夢 你背了你就飽了你還做事咧 你要加他你就煩了你還想幹攝影師嗎 當然不想囉 這產品呢基本上很快速的裝 應該是有個mount了齁 轉接環轉上去之後扣上去 然後再把手機搭上去就這麼簡單 通常不要腦弱都可以操作 不需要這個具體的這個教程 直接你一看到就大概知道 首先就是這個提示器跟這個鏡頭要去這樣卡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手機也卡進去 就是這樣兩步很簡單 好的 這來自於哪一家公司的產品 來自深圳市百歲電子有限公司 OK 我完全聽不懂他講的那個名字 但是我還是 百世瑞 一百兩百的百電視的店 電視的市 喜悅的月 百世瑞 深圳公司 那麼這個家公司呢 做Monitor的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Home們齁 接受我們的訪問 遙控器麻煩一下 遙控器 好啦不要 我原本是打算回台灣在秀的啦 那直接就把這個厲害的傢伙呢 就給你亮亮相了好不好 好請說明一下 這個遙控器是通過這個藍牙去連接 連接之後這個鍵 這個按鍵是控制這個播放和暫停的 然後 控制手機耶 對是控制手機這個播放暫停 你按一下就是播放 如果你覺得不OK 要NGOK 暫停 然後你再重新收藏自己的一個表情 然後再重新來 這樣也是OK的 然後如果你的語速跟這個內容達不上 你可以說 減慢一點 因為有些人可能說語速有點慢 所以你可以減慢一點 但有些講話很快的話 你也可以去加速 甚至說 你覺得說這段我不想要我卡掉 那行 直接就下一頁 或者是 講錯了 那就上一頁 沒講錯想跳過 下一頁 下一頁 都OK的 我回想起我以前那個年代 幫大明星寫大字報的年代 那幾年都白火了我告訴你 很浪費生命啊 寫大字報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在糟大年輕人的未來 那種沒有意義的工作根本就是要淘汰 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字報就讓它消失 讓年輕人做更他該做的事情 我說的對不對 因為BOSS是所有的電視環節全部都經歷過的人 所以特別特別的有感受 我們的年輕人應該讓他學更多的東西 而不是讓他在那邊寫大字報好嗎 到現在還有耶 你們這邊還有人在寫大字報 這邊沒有 已經沒有了齁 對 咱們那邊要檢討檢討 我上次還看到一次 在外景的時候 他在那邊捲大字報 我就很難過 你為什麼讓年輕人做這個沒有意義的事 就一個簡簡單單的讀稿集 大字報讓它消失 讓年輕人有更多的發揮 好嗎 在這邊謝謝百 四 月 唉唷 我記起來了 謝謝Homer 謝謝 謝謝 謝謝